那我身为这一届的主持人 以及最主要是我是得奖者 赛斯评论讲的得奖者 其实我真的觉得会有不被尊重的感觉 就我们先别讲这件事情的风波闹成这个样子 其实尽管就算今天这件事情 统神跟Toyce在台上 好他们今天没有发生这么尴尬的事情 就算没有翻脸 但是这绝对也是当天的爆点 然后可能也会被媒体大作文章 拿来讨论 那我们其他的得奖者 其实说实在话 就全部都是就变陪衬 还有大家好我是Soume 耶我得奖了 好了这个突然间觉得 反正大家没人在意嘛 对不对 大家在意审法的部分 好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上 昨天这2023的星光电竞大赏 那这个如果没跟上的话 我今天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昨天争议的事件 从我这个摇滚区的视角 来分享我的看法 那如果你是我的观众 想听我的得奖感言 就可以快转到后面 那这个前面的部分 我们就会聊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最后还是会感谢一下我的粉丝 毕竟这个得奖 我觉得就是一种肯定 还是要感谢大家 不过后面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真的是 五味杂成 那我们话不多说 首先就从事件的起因开始 事件的起因是 2023星光电竞大赏颁奖典礼 那在娱乐效果奖这个奖项 颁奖人邀请到的是Toys 连身为主持人的我跟展员 都是在彩排的时候 才被告知说 这一个神秘嘉宾 就我们会有一个round down round down里面会写满颁奖人 那只有那一栏 就是娱乐效果奖那边 写的是神秘嘉宾 然后我那一天才被告知到 就昨天当天彩排的时候 才被告知到 是Toys上台 那我们警戒就来看发生什么事情啰 娱乐效果奖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对啊 嘿嘿嘿 统臣冷静点 哇哦 这个娱乐效果奖 不一定是你啊 娱乐效果奖的得奖者是 国动的弟弟亚洲统神 妈的 怎么犯独来犯假 你们这次犯狼怎么做的啊 来来来 不要那么生气 犯独叫多拉基都审判好吗 你来这边干嘛 丢人丢死人啊你 不要脸啊你犯独狗 现在场面 一度失控 是 好了啦做出效果 就像各位看到的 现场场面一度失控 那碍于现场收音的关系 大家可能没听到林音山说什么 统神的老婆林音山 在现场说的是 你们怎么这样做事啊 整人吗 这是个整人的奖项吗 笑死人了 主办单位出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东西收一收之后 我们就看到最后统神上来说 好了啦做做效果嘛 那他们就全家 就已经直接离场了 那我跟展员 身为这个摇滚区的主持人 对绝对是在现场尬到不行 那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 就是我们其实在彩排的时候 我们得知的神秘嘉宾是Toys 我们有询问主办单位 这个有让这个入围者知道吗 对因为我们知道入围者有统神嘛 那他们有说当天告知入围者 所以其实入围者应该跟我们得知的时间 可能是没有差太多 那我们原本以为入围者都知道了 应该就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吧 就是大不了不来 或是没有互动之类的 对不过最后的结果就如同大家看到的 那我几乎可以200万的肯定就是 这个003200万一定是不知道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03事后有回应这个粉丝 好我们看到NOW NEWS的新闻 003在他的粉专回应就是 主办单位让我辛辛苦苦排出时间 带着未成年孩子去看一个有贩毒官司的颁奖人颁奖 带小孩去会比较合适哦 那也确实在现场他们是有带着他们的小孩一起前往的哦 所以003本人是不知情的哦 那最后统神回到台上 这个讲好了啦 做做效果哦 到底是 护妻心切呢 还是要这个第十字眼TOYS 跟他说就是做做效果 那当然我们也是无从得知哦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 那我们颁奖典礼怎么办 没错哦 当然就是继续哦 我们这个继续在上面哦 我们有展员这种老江湖对不对 这个把我们撑上没有问题哦 而且在下一个项目的颁奖人小项其实也上来 这个稍微缓一下哦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真的是 这个很棒的救援投手 没有这个提着这个油桶冲上来的 那我们这边也来看一下哦 这个后续所有人的相关回应哦 毕竟这就是个懒人包嘛 那因为到我录制前哦 TOYS跟统神都没有回应哦 我们就看一下CTSA的主办单位 这边有回应哦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哦 他说他们邀请啊 今年的专业技术娱乐效果奖 而且TOYS跟统神担任颁奖嘉宾 对也是有显著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安排颁奖奖项的时候 协会为周全考虑哦 让两位发现同态状况 招待两位当事人及亲友的不愉快 跟这个困扰 深感抱歉 好那 然后最后补了一句这个 本会立场一直以来都坚决反对 任何人碰出毒品哦 那还有另外一个他的回应哦 我就尽量完整哦 那这个也是当天 凌晨这个凌晨两点的回应哦 对他特别这个严正博士 谣言哦说他们并没有领这个政府的补助 那本次大赏的经费哦 全部都有本会的消理事长单独赞助哦 那这边供大家参考 那这整件事情的始末大概是这样子哦 那我自己呢本身在2019年哦 曾经担任过当时叫 亚洲电竞大厂里面的主任委员哦 其实就是评审里面的主席啦 对那还有因此上台致辞哦 留下一些照片哦 跟大家分享 这都是可以考证的哦 那今年我又在摇滚区哦 就在这个主持人的位置 看着这整件事情发生哦 所以那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哦 那我们一件一件来哦 首先我们先聊透一时 这个适不适合当颁奖人哦 那我认为哦 尽管他擅长制造效果 但是哦毕竟他现在是这个 贩卖毒品的官司缠身 那尽管是大麻 但是他也已经当庭认罪哦 那我认为就不是适合 并不适合这样的一个 这个颁奖典礼的场合哦 那贩售跟稀释哦 无论他是法律上 还是道德层面都是 都是两回事 我自己认为哦 就是贩售是严重多了 那再来的话 则是关于神秘嘉宾哦 因为其实有很多观众 包括连展员 其实他的粉砖也有被烧哦 那就像我前面讲的哦 关于神秘嘉宾 我们都是当天彩牌才知道 那我没办法代表展员来回应啦 但以我个人来讲哦 我们个别分开 我这样讲 就像我刚刚讲的 Toys已经认罪 那我们就讲就算他认罪 那甚至他服刑完了 那今天他在的场合 所有人都不应该当主持人吗 我们都应该回避吗 还是更生人就是 或是说只要有定罪的人 这些人就根本就不应该 出现在任何地方 大家都应该走开 那我自己认为哦 就是主持人并不是法官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让活动圆满的落幕 我们让他顺顺利地也完成 到最后圆满的落幕 这是我们的任务 那我们今天在得知的当下 其实我也有跟这个协会表达 我的concent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危险的 那我觉得当我们表达完 我们的疑虑之后 那剩下主办单位竟然已经决定了 那在我的任务就是保持我们的职业道德 把任务完成 把活动顺顺利利地主持完 所以我觉得这无限上纲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再来之后我朋友问到 这个事情当下发生我在想什么 老实说我跟你们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当下发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震惊 震惊完了之后 就是心中 就是一个震惊完之后 再来就是我没办法跟你们一样 就是吃瓜看戏啊 然后大笑啊鼓掌啊这些东西 我们都做不到 那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事情发生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最怕什么 最怕空气忽然安静 所以我们就是想尽办法 塞一点东西在里面 那不管如何让现场 我们就是 就是让这件事情 不要再持续的延烧下去 那毕竟统神也就是立开了离场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 让活动继续顺顺利利的 把它跑完 那其实我跟大家来讲 其实基本上真的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只是我们主持人 往往会遇到 各式各样的事情 我们可能比各位更有经验 那我们也就是老实讲更有经验 但我必须老实讲 这种事情也是我主持第一次发生 我问了展元 展元也说这是他的主持 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 所以就只能说就是看着办 那再来聊统神 那老实讲 就统神就要我讲的 就是主办单位是告知我 统神有被告知 就是TOYS有颁那个奖项 就是他们是有可能同台的 那我不知道统神到底知不知悉 因为我的所有资讯都是来自于主办单位 当他们讲了之后 我们这边当然就是 主持人就是选择相信 然后并且把活动顺顺利利的主持完 那统神当下的这个反应 那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 就当他这个反应 但我只能说 就是当主办单位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他让TOYS跟统神有机会同台 而且到最后他们确实同台了 那其实就像统神在最后他上海说 就做出效果而已嘛 然后人就走了 那我觉得主办单位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前面发生任何事情 统神最后讲了这句话 好了啦做出效果 我认为主办单位就只能概括承受 因为你做了这个决定 那最后统神也确实制造了这个最佳效果奖 身为最佳效果奖的得奖人 他也确实制造了很大的效果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主办单位要的 这个我们也无从得知 那如果问我 我当然讲 身为主持人我当然是会说 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的 不过这个我们 所有的来源不可能都照着主持人想要怎么做 那最后讲到的当然就是主办单位 就是协会 那协会有讲嘛 这四年的颁奖典礼 全部都是萧李市长独立出资 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赞助 那我当然对这点我是表达非常的尊敬 以及感谢的 那不过我们一马归一马 我这边其实还是想问萧李市长 就是 这届发生这样的风波 真的是当年你 2019年举办这个亚洲电影大厂的初衷吗 对 这件事情真的值得吗 那我身为这一届的这个主持人 以及最主要是我是得奖者 赛斯评论讲的得奖者 其实我真的觉得 会有不被尊重的感觉 就我们先别讲这件事情的风波闹成这个样子 其实尽管哦 就算今天这件事情 统神跟托伊斯在台上 好他们今天没有发生这么尴尬的事情 就算没有翻脸 但是这绝对也是当天的爆点 然后可能也会被就是媒体大作文章拿来讨论 那我们其他的得奖者 其实说实在话 就全部都是就变陪衬 那甚至当事情爆开了之后 就像我讲的 所有人来敲我 全部都是问我八卦 或是来关心我这个当下的感觉 几乎是就是不到20%的人来跟我讲说 恭喜我得奖 老实讲真的是五位杂成 就是得到这个奖 我觉得还是要讲 非常感谢协会举办这样的颁奖典礼 而且举办了四届 到了第四届 我终于有机会这个得奖了 但在我的身为一个得奖人 以及电竞人眼里 我觉得这一整件事情 真的都是不应该发生 而且非常非常违背当初 我相信绝对是非常违背当初你们的初衷 那我在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一下 这个 觉得得了这个奖 我把这个 我当 我在影片 我在 颁奖典礼当天的这个致辞影片 我会把它放到最后面 那我这边先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 在今年离开Twitch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生涯非常 是我人生里面非常低落的时候 那我没想到 我既然再重新又在星海里面 大家还记得星海还记得我 那我觉得非常感谢所有 持续支持星海争霸 也持续支持我的各位朋友 那也要趁 也要赶快感谢一下我的这个几位片师 也感谢你们这个一直以来的帮助 希望我们能够 持续愉快的合作 那当然最后就是要感谢凤梨 那真的是没有凤梨就没有我 没有凤梨就没有大家看到这个频道 这么好的内容 许多人说在游戏频道里面 我的这个内容真的算是 更新频率 以及内容 算是做得非常的精致 说的一切都要感谢凤梨 所以这边一定是 必须要说 我爱你老婆 也 好 如果各位看到这边了 背闪一下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哈哈 好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 好了 我是收贝奥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好了 后面就别说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这个持续支持 现在怎么办 以及支持收费了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哦 这一路走来 我应该是 所有人里面走最久的 一路走来 走了十几年的时间 谁会想到 一款十几年的老游戏 再搭配一个快要40岁的人 有机会拿到一个赛事评论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感谢这个 所有人 那 我首先要先感谢这个星海的社群 我从来没有想到 当有一天我在回来播星海的时候 会有人记得星海这个游戏 然后会有人记得我 为各位带来精彩的星海争霸赛事 星海争霸2的赛事 对 那 再来要感谢到 这个 这个我身边的 这个我的骗师们 有各位的骗师让我 其实真的算是轻松不少 不然在早期真的是 差点就更新到暴毙了 在日更的段期间 那 再来最后就一定要感谢到的 就是我的老婆 各位一定都 如果有看我的频道的观众就会知道 其实我的频道所有内容 对 从一开始所有内容的制作 包含脑力的激动 甚至有许多的回应 很多的内容 都是由凤梨帮我做发想的 那当然凤梨现在 也需要去忙她的事业 但我觉得真的是 没有凤梨 就没有收备 那同样的没有心海 没有 就说错了 没有各位喜欢心海的朋友们 就不会有我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